红薯营养价值高,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食物 但是红薯如果保存不好的话,就容易发生腐烂 那么今天,妙招姐姐给大家带来一个保存红薯的小妙招 放一年都不会坏 方法非常简单 第一步,如果你是地里刚挖回来的红薯 那么一定要让它先晾晒2-3天 这样可以降低红薯本身的水分,增加糖分 还能让红薯受损部位修复一些 不易出现腐烂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是市场上买回来的红薯 一般就不用晾晒了 第二步,我们再准备一个纸箱 然后准备一些纸 用白纸或报纸都可以 首先,我们在纸箱的底部铺上一层纸 农村也可以用甘草来铺 铺好后,再放上一层红薯 这里要注意,有损伤的红薯最好单独放置 不要和好的红薯放在一起 因为有损伤的红薯容易自身细菌 导致腐烂 所以储存之前最好挑选一下 一层放好后,我们再铺一层纸 接着再放上一层红薯 我们再铺上一层纸 以此类推,将所有的红薯都这样放好 全部都放好后 我们再把箱子用透明胶带封起来 最后我们再将它放在干燥的室内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放这一年红薯都不会坏 其实这个原理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红薯受潮后 就很容易引起病菌侵害,导致腐烂 而我们用纸箱来装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潮作用 里面铺上纸又可以起到吸潮的作用 所以红薯就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了 另外,红薯最适合保存的温度是15度左右 如果太冷,红薯容易冻坏,陷着硬腥 太热,红薯容易发芽 怎么样,这个保存红薯的小妙招是不是简单又实用呢